小狗女士 被瘦小狗看起来比较瘦这个问题 是一个死觉的差异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 小猫之族可爱 一个是他的行为举致表象 非常可爱 圆圆的 长的 这个动作也非常优雅 也不是很急 性格比较温水温和 所以它显得可爱 也比较有胖感 其实胖跟它的外观 是不得直接联系的 因为熊猫 骨头的熊猫看起来比较少 它实际上它是毛 它的毛比较雕了一部分 我们知道熊猫的毛 它是有两种的 最里头的那层毛是绒毛 它是保温用的 因为大熊猫是生活在高海拔 比较寒冷的地方 那么它必须要有保暖的一层熊猫 一般熊猫是不会掉的 但是外头那一层 黑白那一层毛 它是肝毛 比较深 大概有三十公分的长毛 所以这一层毛比较粗 比较硬 如果这层毛长得很好 它就看起来就旁旁的 人和童话都有个季节性的环毛的问题 尤其是春天或者春暮下出这个季节 那么是大熊猫的 经常发生的一个季节 当然秋冬也有环毛的问题 春暮下出的话 塌黄外头环毛 管理时外头那层钢毛 钢毛一掉了 熊猫就现在削了 就现在熟了一圈 预想看起来熟很多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持久差异的问题 实际上它的身体的状况 它的体重并没有减重 所以这个旁与时候 它是一个持久差异的问题 嗯 嗯 太好了